我的歌友 星期六又到了 又到了我们一起音乐欣赏 音乐养生 那么按这个节目预告 今天我们欣赏这首歌 《真的好想你》 这首歌 这个歌很好听的 虽然我不会唱歌 但是我也很喜欢听 也好听 代表了我的心声 就是真的好想你 所以我们如去而至 我们好想你 我们好想你 很好 非常好 我们等会欣赏两个版本 一个是小歌 大家都知道小歌 小歌自动 头摇起来的 对对对 这是他的特点 但是小歌是经典 他唱歌 如果说有一个人 从来不犯错误 唱歌就像中文人民广播电台 来这个广播员 报警 他的歌 差的是很好 对 那个叶子老师 我全体进 然后你再打 每每也可以自己打开的 然后好吵 对的 好的 谢谢 说到这个播音员 咱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 这些播音员 都以十几年 无错误 感到骄傲 我真的是很佩服 你说这个口误 天天在播音 十几年没有一个口误 那可真是 这个金刚传 这个瓷器活着 这个国外的这个播音员 我经常听到 Oh I'm sorry 但是我 这个词 反复的 他们就这么一笑了之 就是一笑了之 所以总而言之 我们既要学习 这些播音员 记忆求精 同时要学习 老外的这些播音员 调侃 调侃 对吧 是人总归是 有的时候 石头没那么转 或者某个音 发不来 好 那个真的很想你 另外还有一个小姑娘唱的 我觉得也有她的味道 丹田 气 故周深 这个因为我现在不在我的 那个家庭的那个电脑里面 换了一个环境 所以就根据我手头的材料了 今天这个 丹田 这个 我们下次再讲 这个 就是说 但是我这里很多 带了一些资料来 所以就是说 手头 可以调节一下 在方言聊天里面 我答应了 今天我教大家 六种方法 怎么样按摩脚 这六种方法 非常有趣 等会我们在方言聊天里面 我们会 讲到这个 主聊的这个 在同时呢 上次我放在 这个群里面 发了一个顺口溜 因为那个在我的 手的这个 desk computer 我现在拿的是 手机电脑 所以如果有练了的朋友 待会你可以 就是要 如果是 可以就是 you're ready 如果你准备好了 你可以表演 不然的话 就是说是 我们 就是 是 为 临时改了这个节目 我们可以看一看 这个两个相声 讲的一些 这个有趣的事情 总而言之 还是一个原则 叫做 有的东西很即兴 今天 我给大家 一起复习下 三个定义 在上课之前 fun f-u-n 好玩 杰克好好听 这个我们还要问你的 fun fun 好玩 因为你对学英语 现在特别感兴趣 fun 什么叫fun 有三个因素 有三个因素 不一定一等会用英语讲 马上就用汉语讲 其实我这样考你的话 你等一下肯定记得很牢 三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 是要playful p-l-a-y-f-u-l 好玩的 好玩的 playful playful 比如说我们说 做手指操 做手指操 像弹钢琴一样的 像吹喇叭一样的 这就playful 好玩 这是第一点 我们现在解释 那个fun fun 第二个因素 一定要connection 你自己一个人在家 对着镜子吹喇叭 或者对着镜子 在那里面 做那个手指操 做一会儿 你就觉得不好玩 一定看我现在对到 Jack老师 对到艾瓦老师 一定要有connection 和你的朋友在一起 这次分享了 分享了 要connection 最后一个因素 就是要flow F-L-O-W flow就是流畅的意思 假如说我们玩的开心 哎哟 怎么就半个小时过去了 玩的不开心 炉坐针针 其实才有两分钟 有的觉得 哎呀 真久啊 真久啊 就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爱因斯坦讲 什么叫相对论 如果我和一个漂亮的女孩 坐在一起 我坐了一个小时 我好像坐了五分钟 如果我和一个讨厌的人 坐在一起 我坐了五分钟 好像一个小时 这就是爱因斯坦 怎么样解释相对论的 所以我就是说回到了 马上我Jack用简单的语言 这个我们有时间 回答一下我 就是说什么叫 什么叫fun 什么叫好玩 三个因素 我再重圆 playful 真的是这个挺有趣的 not boring 第二个一定要connection connection 我看的爱娃大姐 我看的其他歌 你要和那里 这个人呢 我们都是social animal 要connection 第三个要spontaneously 如果说今天我们讲好了 要练那个顺口溜 哎呀 结果顺口溜没有准备好 顺口溜没有带来 哎呦就好僵硬的 这个不好玩 这个好紧张 这个好紧张 所以三个因素 好 下面Jack老师 简单的给我们看过一下 你请你把话筒打开 笑得好 I think if you in treating the things and you do I think you have the fung I think what are the three what are the three elements 三个元素 试试啦 三个元素 如果你要你语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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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g and conversation and the flow 流动 啊 流动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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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 the second element 元素 element is conversation conversation Conversation, yeah. 好的,你换了一个话,它原话,因为这个是一个心理学家,总结出这个三点。 你讲的conversation可以的,就是connection. 看到吴英老师,connection,我们连着心连心,connection. 好的,第三个因素是什么? The third... the third... I... You can't rememb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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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记不住上语. 好的,不错. 我问你点赞,你敢用,就是说勇敢用语. The third... 大家元素,你可以讲element. 那不错. 也可以讲,刚才好像加 IPO跟 prosecution, section. section,也可以. 還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记不到了这些词,three parts. 就像零件一样的,P A R T, they can put on to the title. 就是 all network the connection action i really like your class i if I attended your class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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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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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谢谢 谢谢Jack老师 好 谢谢你的总结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欣赏 记得啊 假如今天你到这堂课来了解了这三个因素 平时我们都说都是要fun fun 不好玩 没趣 没意思啊 好 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真的好想你 真的好想你 先听一个年轻的版本吧 卢依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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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手 真的好想你 我在眼里呼唤你 天生星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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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 卢依萍 跟着我一切想你 天生云水 怎么能歌出 我对你的爱 月亮夏天 轻轻地表现 我的一片情 真的好想你 你是我灿烂的秘密 好的冬天又也早已过去 能承受我爱的心 真的好想你 我在夜里呼唤秘密 真的好想你 我在夜里呼唤秘密 你呼唤秘密 天生醒醒 也了解我的心 我心处处有你 你的向往就像一首歌 自乱着我的爱 你的声音 就像一条河 自乱着我的情 在夜里呼唤秘密 真的好想你 你是我生命的秘密 好的冬天又也早已过去 但我留在你的心 好的天天又也早已过去 但有我留在你的心 好 我们刚才看了卓一亭的演绎 真的好想你 在我邀请其他歌友 分享你的看法的时候 我 怎么我听了这首歌突然李清照 不知道大家喜欢李清照 这个词吧 我就 很多年前 可能突然一下就冒出来了 所以这就是说 为什么小时候 家长逼着我们被唐司 理解的也要执行 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对 这个现在突然一下冒出来 真的要感谢 让我试试看 他反正大概就是 也是表达当时的这种心情 寻寻蜜蜜冷冷清清 七七惨惨切切 乍懒还寒时候 山杯两盏淡酒 整滴踏小来风急 后面我就不记得了 但是就是描写 怎么样这个想他的这个恋人 对吧 那么最后还有一个 剪不断理怀烂 是离仇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哎呀这个古人的这些词啊 真是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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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写的太好了 咱们现在要写这些东西哈 所以小的时候那么 那么点点大 什么剪不断理怀烂 我刚才是看到这个卓一婷 把那个这个这个磁带 拉成碎片 那个心情是哈 这个这个我们都年轻过 我们你说失恋过也好 不失恋过也好 反正咱们都青春过一把哈 这个我最近读了一个东西 我想和大家分享 啊他说啊 你如果是和一个人生气 你可以自己躲在厕所里面哭 你可以拿一个子写 我用吴银老师来做做比喻哈 假如说我跟吴银老师特别好 但是有一个什么事 特别我们两个不开心了 我可以在笔上自己再自己 吴银啊你怎么会这样 什么什么什么 可以写的甚至再厉害一点 他说但是你千万不可以 拿起微信来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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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 我恨你你就今天做的事情 他说千万不要 这个就像箭一样的 你送出去了收不回来啊 你用纸去写 没关系 放在枕头边 哎第二天一看 哎呀 这么好的一个朋友 你就说这么难听的话 然后把纸吃掉 丢在厕所里面 一切烟消云上 但是你如果用手机发出去以后 这个就像钉子一样的钉在人家心里面 那个时候你再跟吴银老师道歉 哎呀我当时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真的不想发出去啊 too late 太晚了 所以他说你也不可以拿起电话来 快乐老师我就是不喜欢这个动作 你刚才说的一个问题 我就是不理解 就是不理解 我这个声音这么吼啊 那个快乐老师心里就 哎呦本来你都很甜的啊 你怎么这么凶啊 但是后来第二天我原来给快乐老师道歉了 昨天我心情不好啊 但是你钉出去的这个钉子 拔了以后总有一个洞在那里啊 所以我就说可以去撕那个磁带 没关系 那个再去买 但是这个好朋友建立起来的这种感情 包括身边的人啊都可以就是千万表我说是 我有的时候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说是好说啊做起来那个火冒山葬的时候 就像剑样的 这个所以我就看了这个好下面无音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快乐老师也来两句啊 先无音老师有请 刚才我听到那个 那刚才那个歌手叫什么名字了 真的好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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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歌手我就唱的非常的感人 从那个歌词的语言来讲很简单 但是呢很朴素 在黑夜颇幻明明这些非常朴实的语言 但是他传递一个那个你看那个歌手很真直 传递的是一个很真直的很深情的那种感情 而且是非常自然的流淌出来 不像是我们说很多的很大的词汇 很很辉煌的那种词汇来形容感情 他就用夜晚黎明这个天上的心情 这些我们抬头就可以见到的 这简单朴实的流淌出非常深 那个深情深知的情感 我听到我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唱的是多么的真直感 我都很很感动 就是分享这么一点点 非常好 快乐老师 来给我们讲了两句 讲得非常好 吴云老师讲得太好了 真的把我们要说的也都说出来了 我感觉也是挺温暖的 挺虽然是寒冷的冬天啊 什么听起来还是对一个人的思念啊 什么都是挺挺挺美的 句子真的挺美的 我也有这种感觉 非常好 这个歌好听 老歌 好早以前就知道有这首歌 是吧 现在叶茨老师又拿出来 让我们重温 叫什么 现在叫什么 重温老歌 挺好的 谢谢 谢谢 谢谢二位老师的分享 我这里在美美老师待会儿那个小歌唱完了以后 你再分享啊 我想跟大家讲一个这个我们对我们身边的人哈 这个往往有一个英文单词叫 take take advantage take advantage 什么意思啊 你是我的亲人 你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就应该怎么怎么样 我高兴 就是你今天没顺到我 那么我就给你脸色看 是自己家人 自己家人 这个我讲一段 以前 以前我 这个我女儿讲过我的 他说妈妈人家都说你是个很好的医生 但是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凶 对我 那么严肃 后来当时我心情跑 我说我一天到晚笑我脸 我脸都笑痛了 他说那我就应该看你的这个马脸呢 他说因为我说我对你要求也是什么呢 他考了个什么事98分 结果我说你为什么考98分 为什么不是100分 我也是一个非常太严格的妈妈 那是很久以前啊 他就说你对我太严格了 都是什么什么 反正我就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身边的人哈 我们就是说是不够珍惜 最近我有一个有一个事件 我想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 我们家邻居的邻居一个老太太 他丈夫去世了 他每个月呢 他都要去那个 这个木木啊 他有一个是有的是棺木 有的呢就是就是criminate 就是放在烧链放在瓶子里面 他每每个月都要去一次 就坐在那个 他丈夫去世的那个瓶子里面 要坐一个小时 再后来呢 那天我就跟他的那个小孩说 我说我也想去体验一下 哇一个小时就静静的坐在那个 他丈夫去世了十年啊 每每个月都要去 他说我是在那个交换 用我的语言在和他说 虽然没有说 后来我去跟他去了哈 当然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沃特华一个非常有 结果呢 我待了十分钟我就觉得好压抑哦 一句话都没有 他就坐在那个他的丈夫的那个 怎么怎么说也不叫花瓶 反正就是骨灰盒骨灰盒里面 他很很安静的很安静的 他就是在和他那里就是在那个交流 后来我就我就想好 我讲我们这个真的很想你 这个老太太出来了 他后来完了 一小时终于完了 一个终于完了 我就后来我就说 你坐在那里 你有的时候闭在眼睛 你眼睛闭着你在干什么 老太太说 他说我是和我丈夫在相会 他说我真的很想他 他说任何时候我想他的时候 我眼睛一闭他就站在我的眼前 就是我们平时在一起做过的事情 我们以前一起走过的路 哇塞 我说你这个是好 我们比如说想周围的亲人 想周围 后来我就想到你以前看了一本书也是 就是叫做死的艺术死的艺术 他也是这样 他当一个人诊断了绝症以后 他说你就要带着一种好的心情 比如说我的奶奶 我的表叔 以前是一个非常好的音乐教授 但是去世了 他这时候你要带着一种很愉悦的心情 哎呀我很快就要和他们见面了 因为我以前和我的表叔在一起 比如同台演出或者什么的 好激动哦 因为那是已经不可能了 你已经不可能 已经诊断了那个 但是你反而把它变成了一种很激动的事情 所以这个老奶奶的句话点醒了我 他说我眼睛一闭 哎呀我好安详 就好像我帐户又在跟我说 我们两人又在一起去旅行 在一起吃那个南瓜冰淇淋 哎呦我说你这个真的好想你 他说我真的好想他 所以我看到这首歌 我就觉得很多方法 很多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怎么样想 如果你想周围的人眼睛一闭 他就到你的面前来了 只要星辰 只要星辰 好这个我就讲到这儿 对这首歌还挺有感触的哈 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小哥 用咱们妹妹话来说 对这位构自昂扬的小哥 总是总是这样唱 而且他总是穿西装很有特点哦 他各种各样的西装 从来都不都不换其他的 但是西装人家讲 哎你换一文当然换 他说我有三个厨子里面的西装 每次都是不同的 所以啊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小哥 唱这个真的好想你啊 卓一婷暂时休息一下 这个是从东方卫视上 ocean走 这个是从东方完整的一段时间 你忽ale联益 我在夜里呼唤着黎明 追的彩云游也知道我的心 默默地为我送温馨 真的好想你 我在夜里呼唤着黎 天生的星星有我 也了解我的心 我心中只有你 七山万岁怎么能更错 我对你的爱 月亮相片 轻轻地飘着我的天气 真的好想你 你是我生命的利益 山的冬天永远再已过去 但愿我留在你的心 山的冬天永远再已过去 但愿我留在你的心里 你 山的冬天永远再随 山的冬天永远再也快 你自己俩都拉高不见 这一首歌我们就留在你后欣赏 那么我借此机会 向没有打开屏幕的歌友 表示我送去我的爱意 送去我对你们的感谢 我就按着这个上面 我就看到160例 美丽的老师陈琛 小林老师 说到小林老师 感谢小林老师 每次替我们这个找歌 另外我等会儿 小林老师如果愿意的话 我看小林老师发了一个 就是她姐姐在加拿大 这个就是说是 她写的一篇文章写得真好 那么小林老师愿意的话 我们这个今天 这个完了以后 就是最后15分钟 可以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个说加拿大的那个意思 我觉得这个也挺感人的 如果是not in the mood that's okay too zyl这位朋友 我不知道是谁 but the z 我喜欢做acronym acronym就是每一个字代表什么 z 代表the zest to the life 对生活的passion y 代表yes we say yes to everyday life yes we are okay yes we are strong l stand for laugh 那我就给你的zyl 带个定义 galaxary type a 这位歌友也向你致敬 我不知道是谁 iPad thank you 云淡风轻老师 谢谢 你总是给我们带来美丽的花 外面下雪 但是看的花还是挺养眼的 朱老师 是iPhone9 啊 廖老师 啊 还有iPhone 哈哈哈哈 我看一下啊 我们亲爱的陈一方老师 是我们的这个知识库 啊 总总代表啊 总是给我们发很多有用的信息 这个是哪位的那个观想 啊 陈一方老师 我我特别要想感谢你啊 因为我有的时候 像田田我在整理我的资料的时候 啊 我特意把您的照片 就是说印出来了 因为就是说你真的贡献很大 对我们这个 当然还有其他老师啊 其他老师 这个我有的时候在看你的录像的时候 我就把陈一方老师 这个照片 我有的时候跟我这个小外星人 这位奶奶八十几岁了 还做了这么好的照片 啊 这个感动啊 感动 感动啊 静松 静松老师 还有以人方 这位老师跟那个陈一方老师 互动了很多啊 我很佩服你 那个顺口溜 你们两个就是说是做出来 怎么样用那个拼音 我很感动啊 但是不一定每次都能够回 有的时候 哎 边在做事 待会讲 等一下再回 待会又忘记了 但是并不是讲 我不想你们 并不是讲 我不感激 Y E Yes You are awesome Y Yes You are number one OK Let's continue 这个接下来是主席的这个 这个咱们CVACC的logo啊 小林老师 还有一个明清林 明清林老师 当然 接下来是我们亲爱的 艾娃大姐 艾娃大姐贡献也是她 当然了 我们都知道哈 这个每次都始终如一 替我们在做后面的监控 无名英雄 有名英雄 艾娃大姐向你致敬 两个手 你看到吧 Yeah You are awesome Like ever A代表 Awesome V代表 Victory 最后一个A代表 Advance 你总是遥遥领先 好 谢谢你的自己 好 接下来这个Jack 谢谢啊 党代表我很荣幸 谢谢Jack 一路既往支持我 快乐老师 无英老师 还有妹妹 这个姐姐 阿拉妹妹 阿家了哈 所以好 接下来我想这样 请妹妹老师 这个跟我们分享一下 她对这首歌的感受 我看到小林老师打开了那个 然后小林老师 你愿意跟我们说什么都可以 总而想听听你的声音 真的很想你 好 有请妹妹老师 可以打开 我刚刚按了 你的它可以打开 好 就打开了 首先谢谢大家 然后呢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视频打开 因为我不能做照片 就做光几个人 我们大家都参与的 所以呢 这个活动呢 对我们大家都是很有益的 这个是我画一条 现在接下来呢 就叶子老师要我讲 讲什么心得 那个心得嘛 也没所谓心得 就是我讲听了这个歌 这个歌的声音很动听 这个是一 然后呢 这个歌手 歌手 我飞语情 我很喜欢 我听了他几十年的歌 这个很喜欢 第三个最重要的 这是歌的意义 这是歌的意义 其实不是说 我想你是一个 就是在你的生活道路上 对你有帮助 或者这个帮助不是说一定是在什么什么帮助 他哪怕是批评你的 哪怕是跟你对着干的 其实也是一种帮助 其实对你到你 你以后的生活当中 想起来那一段的时候 就不会恨了 是觉得是定理有处境 所以呢 我认为这个 我那个想你 想你的这个意义就是 是很多 就是在你一路上 在你人生的一路上 走过的路 帮你的 这个帮 刚刚我就说过 骂过你的也是帮 对吧 打过你的也是帮 这个真正的 就是在你 在你困难的时候 支持你的也是帮 这个我是这样理解的 所以这首歌呢 对我触动很大 我也多也说不出来 就说这几句吧 好的 非常感谢美美老师 美美老师 我对你刚才说的 讲一点我的心得 第一今天你穿的这个红衣服 看到吧 蓝的一秤就像一个红心 就像一个红心 这个衣服挺好 第二个我想跟你刚才说的 希望大家打开屏幕 这个美美老师 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 就是说顺其自然 我懂你的意思 咱们中国人呢 都是想照顾到大家 因为每次在上面做的照片 都是我们经常打开屏幕几个人 那么这个 大家如果愿意打开 打开 有的时候 因为形象 有的时候因为背景 我实话实说 我不是上这课 我也不会去洗这头 我也不会那个 就是不是每次都是去打扮的 这个我们都强 但有的人不注重这个 或者是他没有时间太忙了 我已经很感激了 只要他上来 他能够打开 这是从美美老师的这个角度 把你的美丽的笑容 留下来美好的记忆 但是当时 或者你在边剥毛豆啊 或者是边在炒菜啊 都在看我们这个节目 我已经很感激了 所以顺其自然 这是第一点 我个人的看法 第二点 美美老师刚才说 就是骂过你的人 骂过你的人 你要感激他 这个我补充一下 这个大家知道 钟丽燕老师 唱过的一首歌 我对他的歌词 有一个就是 他感恩每一滴水 感恩每一朵花 感恩父母 最后一句是 感恩伤害我的人 让我更坚强 让我更坚强 但是我觉得 这是双方面的 那么从骂人的角度 人来说的话 就是说你也不需要 就是说是那么恶毒 这个我不知道 这个台湾最近 有一个作家 挺有意思的 他呢 把他自己的一个照片 放在一个blog里面 结果有一个 那个 他的fan 他说 你那么晒 你自己那么美丽的照片 你现在哪里有那么年轻啊 很恶毒的哈 就是说经过美图秀秀 秀什么东西啊 你应该把你现在的老照片 发出来 再后来这个作家就回 这是我的原地 我愿意放什么照片 就放什么照片 其实是我最近的 我是用美图秀秀 这个这个这个 反正总而言之 后来越来越僵了 到后来就是说是 其他的我不知道是其他的歌 有就替这位老师打不平 他意思是讲 我 我记不清楚了 后来就怎么样 讲到狗上去了 后来这个 那个那个发表 恶毒的语言的那个人就说 对的 我就是一只疯狗 我就是喜欢咬人 哎呦 我说后来那个老师就教我 他说我当时就很后悔 我根本就不用去理他 这是我的原地 他愿意作为我的饭 又来评论我 这个我就顺便想说一下哈 所以对伤害人家的人来说 你也累 你也累 这个我讲是好讲 所以对美美老师刚才讲的话 我就补充到这里 好 我们还有时间 下面 美美老师感谢你啊 也许我说的不对 但是 我是直肠子 有什么就说 如果我说错了 大家也给我批评 就像美美老师说 你就是打了我 我还感谢你 有趣 有趣 看到吗 这些东西就叫fun 就叫fun 下面请出 这个小林老师 小林老师真的很想你 好 有请小林老师 跟我们来一些comments 谢谢 谢谢 OK 谢谢大家 刚才我是进来晚了 因为一个朋友来个电话 在谈论他女儿的婚礼 所以呢 我就想 哎呦 因为我女儿结过婚了 所以她想正确我的意见 其实我也是糊里糊涂的 因为我根本就没操心 都是女儿们自己办的 我说 所以我又来晚了 然后跟她的婚礼也没结束 我就只好挂到网上 就把印啊图像啊 全部就关掉了 然后就跟她聊 聊到她走了以后 我才正要把她上来 才听你们唱歌 没事没事 看到你就好 好 真的 那个小李老师 我想你简单的 用几分钟 用两三分钟快速 我看到你那篇文章好感人 就是说 因为我们大家 现在观众多数的 这个听众都是在加拿大 这个我看到你那一段写的 就是说 这个保险公司 还给几个姐妹买票 就是不需要证明 这个什么什么 那个简单的 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 这个故事 这是一个考试啊 两三分钟快速的 把你的一篇美文 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感兴趣的朋友 让他仔细去看 首先是要 叶志老师 我再说清楚 这不是我写的 是我只是转发了 这篇文章 不是我写的文章 是我转发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 的确我也是受 他这个作者的感染 但是呢 我在里面 我也自己也学到 很多东西 是什么呢 就是说 加拿大不关是这种 就是医院里的这种服务 当然是没得说 大家都有体会 就是比较人性化 比较周全 就是家人 根本就不用管 在医院里面 一切医院都给包了 而且是免费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让我有点吃惊的是 为了帮助这个患者 恢复记忆 因为他已经当时失忆了 恢复记忆 居然保险公司 把他在中国的三个姐妹 姐姐呀 妹妹呀 然后都邀请到这边来 就是说 帮他一起回忆 有点卡壳 对 反正就是帮他来 恢复他的记忆 帮他有益于他的康复 所以呢 保险公司花大价钱 把他三个姐妹 从中国邀请来 因为为了不影响 的那种老人院 然后生活一切都 全是保险公司给承包了 小林老师的网 不是特别好 是有点卡 那等会儿 我这里卡 也许大家那里可以听见 这个大家感兴趣的 可以到我们欣赏老哥 那里去看 这个小林老师 你现在说话 我是听不见的 是卡住的 那么 我等一会儿把 我等一会儿把这篇文章 发到我们这个音乐 音乐养生这个频道里面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好的 好的 因为我看的这些好的东西 而且跟我们切身利益 有关系的 就是说假的 因为都可能 我们的亲朋好友 万一得了这个保险公司 还有这项业务 好 我就觉得 对呀 对对对 好感人 这也让我觉得特别吃点 所以我就发给大家 就是想 加拿大保险公司 他这么周全 还有这种业务 所有费用都给包了 不管是包你的机票 你坐taxi 哪怕是你在外面 就是你自己开车 加的油 油费 反正就是说 小到你根本想象不到的地方 真的 他都给你全包了 所以我觉得 这种服务 的确是世界一流的 真是世界一流 我是感受到了 谢谢 谢谢小林老师 跟我们分享的 所以我们作为 有的是加拿大公民 有的是绿卡 这个权力和义务 是相提并论的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做义工 捐献一些钱 给老人院 或者捐献给 那个什么 对有些医院 他会你去看过病 他来 我们多多少少捐一些 多多少少捐一些 这也是对社会的 一个贡献 你看他这个大的地方 这反正是我 就是谈个人体会 小林老师你说呢 是吧 是的 的确是的 真的 因为我自己在这边 我也在这边 做过手术 比方说你在医院里 我的脚做手术 然后医院的服务 医院这个周全 这个绝对是没有说的 然后就是怎么说呢 你只会觉得 他这边服务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他的确是 然后也 当然福利好 岁数也高 这都是一种 就是说怎么呢 是相互相成的关系的 你不可能说 你不上岁 然后你又想 高福利那是不可能的 对对对 对的 谢谢小林老师 这就是我们 我非常喜欢我们这个群 这个有演戏的 也有唱戏的 还有这个就是说是导演 这个你说你看 这个个人的 这个这个这个 你看这个整个是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team 每次选了歌了 小林老师又去找 那个就是说是 接下来这个 陈一芳老师又作片 美美老师又照照片 快乐老师 这是我有印象的 经常 你说如果人家发了一个什么东西 哇这个很好 谢谢你的分享 吴英老师 对吧 爱玩大姐 所以这个 你说这个戏要唱的好 要大家一起唱 你说否则的话 人家 单这个就是 的话也没什么意思 要一个大家庭 我们将心比心 对吧 总而言之 这个世界 只要人人都贡献出一点爱 这个世界将变成美好的 这个人间 就像这个 我插一句 刚才我插一句 叶正老师 刚才有个叫 Leo 说要我拉他入群 哎呦很抱歉 Leo 我没法拉你入群 你要拉入 一定要找那个位主席 好像这里的群 只有主席能够拉你进 所以我就跟他说一下这个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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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这个 喜欢这个大家庭 好 今天 我来插一句 因为我是一个人 我在这里 坐过四次医院 四次医院的 因为我一个人 所以我在坐院的时候 所有的东西都是 就是 就是这里国家负担的 这个还不算 因为他们知道我是一个人 所以呢 在我出院的时候 一般的 他这里坐院 不会让你住很长时间的 他是有规定的 一般是一个星期 我坐完一个星期呢 他就 他就说你没有人 就叫我不要回去 他们将有一个中心 就是接待像我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呢 他是收费 是要收费 但是很低 50块钱 包吃包住 包衣料 真的非常好 我那时候很感动 很感动 但是呢 因为我的房东也很好 房东说 我就是他的亲人 我把他带回去 就是这样把我带回来了 所以所以我真的很感动 这个社会 我其实在上海 我混得很好 我真的说混得很好 但是我会 为什么 你在这里呢 其实我在这里的条件 就是其他的条件 普通经济条件 什么 不是跟上海是不好 比上海的好 但是这里的人性 这里的民主 这对人的爱 真的让我很感动 就这样 譬如就我 现在是这个 老年公当中 钱拿的最少的 我的房租是最贵的 你坐到里边呢 很气了 你怎么在那里 但是我觉得 我为什么呢 这里就是贫富差别 你以前工作的 对吧 你这个工资 存在银行里面 那么现在我们中国人 都是很省资兼用的 钱是来 那么这个 这个银行里的钱 生利息 利息就是你的收入 所以 我国家现在 给我养老金很少 但是 我的利息 所以我是折转楼 45 你们去调查 房租是付的最多的 我的收入是最低的 才700多块钱 我的房租是870块钱 就这样 但是我心里很开心 你怎么活呀 这就很开心 你吃银行利息 你吃银行的 成款呀 你不吃干什么 我死了以后干谁呀 没人就会叫你好的 所以我 我很心里很开心 这个人就活的就是要这样 就是这样 我这 这是我正式的事情 我就在这 我就觉得这里的福利 这里的什么都是比较比较合理 好的 就总差这个局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小林老师和美美老师的分享 这个其他歌友 我们这个欣赏老哥 不是想去跑题 这个欣赏老哥 我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 医院养生 生什么 生活 身体 对不对 那么这个 我们都有这个世人嘛 五股杂粮都会有生病 那么就是万一有些什么 这个就是说哪里不识 对这些和自己亲朋好友 你说哪个家里人生了病 哪里还有什么心事来唱歌 所以我们了解这些信息 大家都开开心心 就是能够就是最大限度的 就是说利用这个福利 但是呢又贡献给社会 那么这样我们就更能够 坚持长久的我们一起来唱歌 不是我忘记了 怎么跑题了 怎么这个 你说咱们如果是这一个小时 一直在唱歌也挺累 也挺累的 对吧 而且我们都是就是说是 要讲一些关于我们的切身的利益 怎么一句话 希望大家健健康康 我们才能够身体健康 好好唱歌 好 最后还有13分钟 咱们这个节目 按小林老师给我登出来的这个 我就跟大家说 我现在不在我的那个desktop 我就只有根据我手头的资料 我就讲那个丹田 没关系 下次我会讲 这个我想说一下 这个今天我想说一下 唱一首歌 这个今天我们都听了这个 真的很想你 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是有它的规律 都有它的规律 都有它的规律 这个 这里我想给大家分享四个 怎么唱好一首歌 首先 我们要知道 你们好好听 爱玩大姐 我今天要让你跪纳了 这个 你用自己的话来讲也可以 首先你要想到唱什么歌 这首歌 是表达你的思念之情 对朋友的友好 像今天真的很想你 还是亲人的 是唱什么歌 还是唱一首 很好玩的 就是我们说这 R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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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ball 箭头 down the street 这可小朋友去做游戏的 还是唱一个网尼眉 比较悲伤 像那个《红楼梦》里面表达那个境界 还是唱一个 相牵相牵相牵 我们的对 我这个就什么到我脑子里 我就讲出来 这里是唱什么歌 你就带着这样的感情 第一个是什么歌 是欢乐的 悲伤的 还是这个就是小朋友的 快乐的 第二个是什么语言 这个语言 唱歌也是一种语言 那么就是说 假如说你是唱林黛玉的 那网尼眉 那个声音肯定要甜一些 对吧 弱一些 对吧 把美一些 这个用那个快乐老师 要点 这个 这个 要点一些 对吧 如果咱们 咱们用那个唱国歌的 那个或者是向前向前 那个唱网尼眉 好像就有点不对 这个这个不对 什么语言 什么语言 第三个 唱歌的角色 这个 我们说 你如果自己都不被打动 你要想打动 别人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假如说小林老师上次唱那个 我记得你跟我们唱了一个 my heart go on 当然我们不可能每一次都把自己邀请过 邀请到一个角色 我的以前唱歌老师说过的 假如说你要表达一首歌 什么情哥哥 情妹妹的 真的 就要去培养感情 把你真的情哥哥 情妹妹 带到这里来 带到这里来 上台的时候 那个眼睛都会发亮 眼睛都会发亮 但是你不一定要告诉人家 我真的是在跟我情哥哥说话 对吧 这个 就把这种感情 因为只有你自己的切身体会 哪怕是你的偶像 就唱出来 带着这种角色进去 角色 那么演员更不得了了 他肯定要 就是说很多演员讲 我在演拍这个电影 那几个月里面 我就不是我自己了 我完全进入了这个角色 演完了以后 花好多时间才能够拖出来 所以他的电影才感人 那我们唱歌 就邀请 邀请自己到某个角色 好 这个我就觉得 就讲这三个因素吧 三个因素 唱什么歌 什么语言 这个 然后你是什么角色 二位大姐 来给我们谈几句 就听听你的声音 谢谢 谢谢叶子老师 谢谢叶老师 唱歌我感觉呢 就首先你要 投入到里面 你要投入到 那个歌里 说是欢快的 你也要跟着 开心起来 快乐起来 如果说 他要是一种忧伤的 那你要 想的 也要忧伤的去唱 忧伤的去唱 把你 把自己 支撑于 就是那个画面之中 不管你唱的 好与坏 你的感情 你一定要投入到里面去 我觉得 这是唱歌的 最 最基本的 哎呀 爱王大姐 我怎么觉得 这个你的口才越来越厉害了 而且这个 这个 投入去 那个丽姐 你是爱王大姐的好朋友 你愿不愿意评论一下 你刚才觉得 这个爱王大姐 讲的怎么样 我给你打开了 那个丽姐 你有想说什么吗 爱王姐 讲的好 就是唱歌呢 一定要进入角色 进入角色 对 同入进去 你不管 不管干什么 只要你认证 只要你进入了角色 你就一定能成功 那就是一个 时间长短的问题 爱王大姐 在这方面 有那个实力 唱歌 不管是英语的 还是汉语的 都是有功底的 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非常好 非常好 好 谢谢丽姐的 这个 谢 我想说一下 这个 我们以前都被毛泽星语录 我发现有的时候 我现在有的时候 还会去用它 比如说 这个 刚才说的认真 刚才丽姐说认真 好像是 世界上就怕认真二致 共产党就最假认真 对吧 这个 这个以前的 这个认真 我觉得这个 认认真 认认真 做事 平平常常做人 这个 现在我比较喜欢去 讲这些 经常去自己去想 比如说 我就会去 用这些字 来提醒自己 最近 我一个朋友 写了一个贬 这个 他是说 人生 只有三万天 有酒有肉 小神仙 听好了 我呢 结果就回了 我说 人生 只有三万天 有哥有有 小神仙 他说你什么意思 什么有哥有 我说我现在就是喜欢 跟我哥有在一起 所以有哥有有 小神仙 他说你还不错 他说你这个 我呢 就是对酒 当歌 人生几何 有酒有肉 小神仙 他说你有哥 有有 小神仙 我说那当然 我才是真正的 小神仙 你是老神仙了 越喝 越老 越喝 所以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三万天 大家想想看 我们说一比一比 这个三万天 是从你出生开始 一年365天 咱们也不知道 是活到多少岁 所以 这个时间实在是太宝贵了 时间太宝贵了 对吧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 就是说利用我们这个平台 有哥也有 有哥也有 有有小神仙 好 我觉得你的那个 有哥有有 要比他有肉有酒 要好 对对对 是不是 对对 我是有感 我是有感而发 每个星期三 和大家学唱英文歌 对吧 这个星期六 和大家欣赏老歌 这么多好朋友 我们在网上相见 虽然咱们 physically physically 没有就是 在一起 但是呢 我们我们的星期还是在一起的 对的 一起分享快乐的时光 就像今天 我们马上要结束了 又回到这个三个元素 fun 第一个playful 好玩吗 我觉得挺好玩的 我觉得挺好 当然萝卜白菜 个人所爱 有不可能符合每个人的胃口的 那么就请大家包涵了 包涵了哈 第二个 一定要connect 我觉得是我们有缘来相会 否则咱们坐在这个前面干嘛 对吧 去忙其他事情了 connect 第三个就是smooth 咱们就顺便留 顺便留 就像刚刚爱玩大姐 对 要投入 想到什么 马上就这个 对啊 所以看到你们 我特别高兴 今天我们的课 马上结束 下面我看到这些打开视频的 我让每个老师 我们用两句话来讲你 今天喜欢和不喜欢的 爱玩大姐第一 美美老师第二 我根据我这里看得见的啊 那这个小林老师第三 来个这个 好好地享受拿两句话啊 这个历节说两句 还有无音老师 快乐老师 这个 梅琴林 如果愿意说说 不是说就是最后 咱们打代表 Jack老师 打开吧 打开 我把麦都打开了啊 好 爱玩大姐 来两句 来两句 今天最喜欢什么 我今天最喜欢老师 分享的这首歌 我讲了 阿龙都我讲了 我就刚刚一只老师说的 有歌有有 最幸福 小林老师 我呢 前半部分没怎么听到啊 因为那歌呢 我是 miss掉了 我就是后面呢 听到叶子老师说 我觉得也是这句话 刚才美美已经说了 有歌有有 小神仙 小神仙 对的 对对对 好 丽姐 你有什么想说的 老师 今天是头一次 参加这个 那个养生 那个活动啊 但是啊 你刚才 说的这个 有个有 有 有 有有 小神仙啊 这个确实好 但是我觉得 最好最好的还是 我 拥有了 叶子老师 我喜欢你 谢谢 谢谢 因为我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 I love you I love you too I love you too 谢谢 谢谢 很感恩 很感恩 感恩大家 谢谢丽姐 谢谢丽姐 好 吴云老师 吴云老师 完了以后 这个快乐老师 好 吴云老师请讲 我觉得是 那个音乐养生的音乐 缩短了我们的物理距离 然后那个歌声 把我们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我很想你 叶子老师 I love you I love you too 我也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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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非常感恩 叶子老师的性格 非常好 谢谢 跟你在一起 能够每一天都是快快乐乐的 开开心心 这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 就是一个幸事 谢谢 对不对 谢谢 感恩 感恩 因为有你们 我们大家才会一起快快乐乐 快乐老师 来两句 谢谢 我是和跟着叶子老师和全体歌友一起 开心快乐每一周 开心快乐每一天 谢谢 谢谢 天天美美的快快乐乐 这位美清灵老师要不要说 我给你打开了 美清灵 来美清灵老师 你可以打开了 I love you 叶子老师 很快乐在这里 在这里很快乐 I love you too I love you too 我什么时候跟你们分享一下 这个我今天看了一个非常好的 叫Victoria's Secret 但是我就不知道这个网上合适不合适 加拿大有一个 不知道是加拿大的名牌 就是全部是内衣 哎呀世界的几个名模 真的是很养眼 他们那个电视特别好看 但是那些名模走到前面的时候 他都是画一个大星 然后他那个 其实Victoria's Secret 是一个内衣的名牌 我一看到好的 我就想和大家分享 哎呀我说这个要拿去给我 但是我就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也没有什么那个 那个exo那种东西 但是就非常sexy 就是我就觉得挺好看的 因为那些年轻漂亮的那些 外国名模 他展现出来的一种东西 是我们平时有的时候 就觉得挺养眼的 挺养眼的 对我们看了就高兴 看了就高兴 以后再说 以后要么我就骗选一些 好最后党代表 来两句 句话吧 也符合今天我们欣赏老哥的歌名 真的好想你们 不好意思说 I love you I love you You love me We have a happy family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好 今天咱们的这个欣赏老哥 那个叶子老师啊 云丹风情还没讲呢 哦对 谢谢 插一句 对不起啊 可以打给你的脉 我要走了 我要去借孩子去了 去吧 去吧 去走了 历劫 云丹风情他没有啊 照片也没有 我想拍照的都没有拍 现在有了 现在可以了 云丹风情 现在可以了吗 可以了 可以了 我找你找了老半天了 你害我害得好苦 云丹风情老师请讲 其实我是 不太喜欢露脸 也不太喜欢那个 什么的人 但是呢 但是呢 我有时候不打开视频 但是我喜欢参加 咱们那个节目 就听着大家的声音 看着叶子老师讲课 也觉得很享受 所以呢 我还是非常感谢 叶子老师开办这个平台 也非常喜欢有这么多歌友的陪伴 让生活呢 很丰富 多彩 谢谢 但是我也请原谅 我不太喜欢 开视频 或者是拍照片 从小就是这样 没办法 请大家原谅 亮姐 好的 好的 云丹风情老师 说得非常好 我想对没有打开屏幕的歌友 我想说一下啊 我是搞中医的 中医讲究木火土金水 我是木和火啊 这个每个人如果是手一伸出来 我可以讲道理师傅 这个很顺其自然的 并不是讲凡是喜欢打开屏幕 这个性格外向 激情万丈的这个 任何一件事情 都是要各种各样各样各样的人的 我是很外向的 也需要内向的 比较平静的 这个这个这个土土和水的人 像小林老师哈 我就觉得小林老师你有些 我虽然没开你的手 你的土和水可能土的人 他有领导才能 很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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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任何一个团体 任何一个一个节目 需要五种人的 需要五种人的 这样的团体最好 你说大家想想看 这个吴云老师 美美老师 这个这个这个 大家现在想想看 这个杰克老师 全都是像像我一样 你大家 我们这个就就 大家知道吧 有平静的 有激昂的 有做 有有有中等的 我一下就是这个中等指 这个声音 这个这个激情的 这个什么 特别特别 这个很重要 这样才叫一个 Harmony 我往后面走了一点 时间没关系 我再讲 我跟大家讲一个 就是前天我到一个老人院 去教太极 二十几个人 我呢比较喜欢图画 因为我虽然花点时间 我就就是用 Wonderful W-O-N-D-E-R-F-U-L 每个字 我都写了好大的 花了好多时间 画那个图 结果呢 一 我就来这个 来大家愿意 跟我一起做一下 正好我没关系 We We are strong 来 来你们一起来 We We are strong 我们很 对很坚强 很坚强 那些老人 特别高兴 We are strong 有了这个就是 斗志昂扬的精神 才能够抗胜 这个战胜这个 Covid-19 W-O代表 Open the mind Open the mind 对 打开眼界 对吧 不要好像 我自己老了 穿得这么花呀 我自己老了 干嘛还要这么 像快乐老师说的 很高兴 那都挺甜的 我们就来 年轻一把 Open the mind Open the mind N代表 No attachment 以后我把那个 这个纸不在这里 在家里 No attachment 不要有被包袱 这边背一个 哎呦 明天我要干什么 你背个包袱 我家里一个人 对我不高兴什么 No 睡一家放在旁边 No attachment Attachment W-O-N D代表 Diligent Diligent exercises 云首也好 或者揽却围也好 或者不愿意动的 就稍微动下也好 就Diligent Diligent E代表 Exhale 我们每天都要排出毒气 Exhale 有意识的 去真的站在外面 打开窗子 每天都要去呼吸新鲜空气 但最主要 你要让这个 大家不知道 那个格林老师 是癌症协会的 中国的癌症协会的会长 他癌症病人 他是先呼的 先呼 先呼才能够吸 他要把这个肺控开 所以每天Exhale 大家知道看戏的时候 虚眼里面有个Exhale 就是出口 对于我们人来说 是呼气 Exhale OK W-O-N-D-E-R R代表recharge 我们每天都要吃饭 喝水 但是我们每天也要做太极 要跟我们自己充电 跟我们自己充电 一个星期来两次 我们互相充电 这能量 我们这个电池 电池才能够永保青春 这个叫recharge W-O-N-D-E-R F代表 Friend 我的故事是为了点题这个 我呢 这个人讲课 大家也知道 我比较喜欢 跟大家互动的 这个在这里 我再次对大家感谢 就是说这种互动 结果呢 有一个老太太 91岁 我就把那张纸 那个friend 就放在她的面前 这个她讲话 很弱很弱的 她是这样讲 friends are energy 旁边有的老太太呢 就好像这个老太太 讲得不好 心里就讲 这个energy 本来是应该是很强 friends are energy 应该是这样的 对吧 朋友就是这个 就是能量 后来我突然一下就好感动 我那个人叫巴巴 那个老太太 我说 I want to thank you so much 我谢谢她 老太太流眼泪啊 我怎么谢谢她的 因为我说我的性格呢 因为我说我的性格呢 是比较这个外向型的 唱歌也好 或者是什么东西 但是你呢 friends are energy 就是语重心长的 这么软的把这句话说出来 我从来不会这么说的 friends are energy 甜甜的侵入我的心体 朋友就是能量 这个能量包括 极其万丈的能量 也表示这个耐久的能量 这个老太太流眼泪啊 她心里讲 本来我是有气无力的 这么说一句 friends are energy 她是因为年纪大了 但是对我听的人 我很感动 这个老太太也觉得挺那个 所以我刚才回到 就是刚才说的 任何队伍里面都要无心的 所以没有打开屏幕的这些歌友 我也非常感谢 好的 今天啰啰嗦嗦就讲完了 最后还有一个you 代表united l 代表love 哈哈哈哈 又是没事 都去笑一笑 好的